资博一中学要求高一完成高中全部课程 是学生成绩大幅下降 11月24日 有网友爆料称 山东省资博市环台第一中学新任校长高某某 要求教师在高一边完成所有科目的课程教学 而高二高三全部用来进行复习 此外 对班级成绩靠前的学生劝其学习艺术 充滞清华美术学院 该校两名教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上述情况 并表示高兴校长在今年9月上任后 要求所有年级全部加快教学进度 此举已经造成学生学业压力过重 学习成绩普遍下降 英语教师李立表示 学校老师的诉求很简单 普遍要求取消早早读并恢复正常的教学进度 昨晚该校老师告诉记者 学校已通知取消早早读 环台县教育和体育局 昨晚就此时发布情况通报称 经查 本学期开始 环台一中住校生存在早早读的情况 教学进度快于正常进度 但学习进度加快后 李玉称 授课内容没有办法深入 一切课程都停留在表面 现在学生怨声在道 普遍和我们反映自己跟不上 学不会 学不经 更听不懂 该校一名高三的学生 也告诉新京报记者 正常而言 学校早上7点5分上第一节课 6点40分学校开门 学生进入班级后 进行十几分钟的早读 而出现了早早读后 所有在校住宿的学生 早上5点就要在学校食堂集合 导致学习效率很差 总在第一堂和第二堂课上睡觉 对于环台一中任教老师所称的高校长 要求班级排名靠前的学生学美术的做法 熊秉吉表示 如果情况属实 这显然是为了应试所做 以便提高学校的升学率 让学生进入所谓名校 但实际上这些举措 最后只能欲分不欲人 忙碌追求名校 而不考虑学生真正的学习兴趣 以及身心健康 并不让人认识 不让人认识